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接下来要教 不管是在学以色谣 VlookHub 视为是进阶中的一个很高阶横数 因为搜寻这件事情 搜寻查找 几乎在我们的一个资料里面 至少你每天在花多少时间在找资料上面 查找资料 两个小时 每天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所以VlookHub 如果学会 一定可以提高我们很多的工作效率 例如说 新北市 新庄区 中正路的区号是几号 那我们是不是要在这边我们先做定义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地址 要到最最最下面 好 所以没办法这样不要这样花时间去选 直接拉到最下面 我们直接把这一个内容定义成叫ZIP 会定义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我已经都帮你们定义好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是不是address 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地址查找 等于 V L O O K U P 我重点是觉得各位已经会VlookHub VlookHub这个函式哦 然后刮胡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查询值就是他 然后逗号 接下来就是那个Table 我刚刚定义一个名称叫ZIP 好所以 嗯 怎么叫出来呢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名称 名称和快速截取的方式 快速键是F3 你不知道也无所谓啦 但是你至少知道 那个区域名称叫ZIP 建议各位最好是用Table键 把这个内容送上去 逗号 Table array完毕之后 我要呈现是第二栏的资料 接下来 要完全符合 我们真的要去看的是完全符合 就算不符合的话 我也希望是知道原因 真的 就是有很多人填资料的时候啊 用我们的来源的资料呢 是由民众填写的 所以很有可能他漏填了区啊 漏填区你就找不出来 他是ZIP ZIP是什么 好 然后接下来我要选完全符合 那如果没有区 你当原则上你可以补那个区上去 可是万一没有那个路段呢 那你就不能随便乱拆咯 对不对 你既然连路段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以显示出ZIP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连带关系 好直接按一下Enter 这边我们查出来是24243 重点啦 重点 我是不是教你们说 我们把这个来去改写 因为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K2到K1万多 K1001要全部算完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复制起来 然后接下来聚集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地址3 我们直接写在这里面好不好 编辑 地址3 编辑 然后接下来写在这里 CELLS CELLS 刮胡 刚刚那个应该是K 好所以我们就直接输K 等于 接上 那现在这个2 是不是要改成I 好 刚刚杨老师建议我 我们换另外一种 颜色 用颜色来去呈现 好 您看一下哦 那我就只能打开WORD 因为记事本它没有办法换字的颜色 所以我们换WORD的方式来去呈现 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的内容我要改写嘛 对不对 各位 这些你要当做是已知的知识哦 可以吧 这些你要当做是已知的知识 只是现在改写太麻烦了 我干脆直接从这个地方 直接贴过来 我把字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大家来去看 其中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改成I 既然改成I我就要设为是红色 红色 我只是告诉你这是变数 接下来 没了 这太好了 对吧 还有什么 这个二要不要改写 这个二不改写哦 好了 那既然它是一个变数 对不对 变数的前面跟字串要分开 所以呢 我就把它分开 然后补一个END 可是这个变数 这个字串的结尾要加2撇 要加2撇 要加2撇 这就是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哦 它这边它预设的英文 预设的英文 它是用这个 可是记事本哦 它用的就是很标准的ARREAL 字型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哦 这边是不是M的I 然后 这边 这个 逗号 逗号后面 是不是 逗号后面 是不是要加字串 就是逗号这边开始 整个它是一个 字串 然后 变数跟什么 把字串中间补一个END 这样就做完了 刚好这边就只有一个数值 而一个变数 好 所以把这个内容整个复制 贴到这个地方 贴上 那你看一下哦 你看从WORD那边贴过来 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个是什么 小写的I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改啊 Blookup 刮湖 什么 J 2 这一格 是J2嘛 对不对 J2这一个 然后 他在ZIP这个范围里面查找 好了 关掉 然后接下来 这内容 这内容全部都先删掉了 因为地址3就直接把他们 全部都可以带出来 聚集地址3执行 做完了 我想请你们先去做 等一下 就是说 ZIP这边请你们先做完 做完之后 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解 这些NA是什么 因为这些NA很重要哦 这些NA就是我们 除了现阶段 我们能处理到 大概95%左右的地址 可是 是我还稍微高估了 可是 也许我们只能处理 就是人家手写出来的地址 我们可以透过现在的自动化 大概可以处理7乘92地址 到8乘92地址 可是还有剩下的3乘地址 或是2乘地址 可能会出现错误 那你总会想要知道 到底是哪些性质的错误 还有哪些我们可以再透过 自动化程式改写 哪些不行吗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边 继续来观看一下哦 像例如说 这个地方 这地方它出现一个地址是 台北市大安区河东路一段 好了 那这个地址 它是没有办法对应到ZIP 首先第一件事情 那我就会很有兴趣知道说 台北市大安区河东路 有没有这个路 好 所以我们就在邮递区号这边 我们找找看好了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区河东 结果它说什么 找不到 好 那找不到 这里面找不到 找不到 应该就是找不到 那 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倾向去 Google看看 如果Google地图没有这个地址 那不就代表说 它打错了 打错了 如果你是应塞给它一个ZIP 那是错误的做法 那我说 在这个地方 我就说 台北市大安区河东路 好 它在这边 它呈现出来的是什么 环河东路一段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 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是台北市吗 它现在它所找到的 我的意思是 因为我对台北市 我也并不是那么熟 你看 在这个地方 至少它有一个地址是 台北市大安区 可是这边是点点点 代表它是不相连的 好 所以你不能在这边找 但是事实上 如果有 如果有这个地址 我想很容易就找出来 问题是 就是无此地址 那无此地址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我是没办法 我们直接用 有时候这些事情 是没办法用电脑 来去做一个判断 因为这个时候 还是需要回归到 人工来去判断 就是把这些 这些颈 N斜线A的 全部收集在一起 我们不可能 一笔一笔 资料在那边去 研究说 它应该归到 哪一个ZIP 所以这些概念 我都希望说 你们稍微了解一下 你看 我再举一个 这个例子好了 举什么 这个 台北市 德贵街 它就是没有填那个区 那没有填这个区 我觉得这可能还容易 找一点 台北市 德贵街 那万一 大安区有德贵街 信义区也有德贵街 那请问您到底 应该把它归在哪一区 我只是举这样子一个例子 让我们去了解 像这些都是有争议的 那没有争议的一定都很容易找出来 例如说 台北市 德贵街 那我们就不用去邮局那边找 因为它就是没有区 台北市 德贵街 台北市 德贵街 好 那重点是 我们是不是要帮它加一个中山区 可是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还算可以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针对这种有限制跟路段 我们可不可以去找到那个区 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容易解决问题 但是万一你应该知道中文字 它就是有些街道名称就是什么重复性的名称很多 我跟你讲 在我们这边 在我们这边 重复性 那个我觉得还不算非常多 在对岸 很多路都叫什么解放路 可以了解 就是 假设 我们今天漏掉 这个是属于漏掉那个区 可能 可以解 但是某种程度是可以解的 好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些你不能随便放一个ZIP进去 好 如果我们真的一笔一笔这样用肉眼来去查的话 那你再去做一些修改 我觉得是可行的方法 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个N实现A吗 关这1000格里面 关这1000格里面 我就简单的来去做一个计算好了 我就简单的来去做一个计算好了 我要查这个ZIP 除了一个问题 例外 ZIP里面才有N斜横A 有96个 就是说 1000笔的地址里面 差不多 100笔 是有问题的 必须要用肉眼再去看的 但是至少有9成 有9成的资料 是对的 这已经算运气不错了 我举例来说就是假设当我们今天我是在负责去管那个学生 学生来自因为教育部可能会要求我们去研究说 学生是来自于哪些县市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看他的地址 那万一万一有1000个学生里面有96个学生 他给我们的资料是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要可能再去找出这96米的资料 我们才能够去做比较正确的计算跟分析 所以我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些真的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种N斜线A 他真的是在电脑上面找不到 那我们可能就要再回推一下 像这个地方可能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地址 如果真的要我找我还是找得出来 举例来说河东路一段 那我就去看看哪些县市河东路有一段 也许它是漏字 或者是东河路之类它可能写错 都有可能 因为写错的可能性可能比较低 但是打字的人员您觉得他有没有可能会打错字 所以相对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花点心思来去解决这个地址的问题的 那我想这个地址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感谢观看